我們都是瑜伽人 現在還是一家人 余天花五百萬 余小萍拜選 李雅萍她很爽 選舉不到最後不知輸贏 也許小萍努力不夠了 我只能這樣講 余湘泉和李雅萍 事務日一起上節目 令人關心 余小萍現前參選議員拜選 她有多心情 她有心情 她非常高興 很爽 她說我終於又可以 過我放蕩的生活了 不用一大早四點鐘起來 我之前不是為了選舉 砸了很多錢 砸了很多錢的話 那個是該花的錢就要花的 全部事務版 唉 叫他媽不要搞政治 不要搞政治 下次會不會換余祥選選 我說他選啊 你投他媽 你的名氣會很高 但是你的民調會很低 哈哈哈哈 至於蠢蠢之前在夜店打人 被起訴傷害罪 李雅萍則透露 找律師啊 算了不必啦 這次講起來的話 我也不認為他有什麼錯 那個男孩子他真的是在裡面 還蠻有名的襯齒襯服 他也提到當初和余天去警局時 被對方偷拍外更遭指控態度囂張 讓拳拳給噗噗啦 今天其實我就是看在這個點上 他為什麼要對我爸媽 你對我講什麼沒有什麼關係 你為什麼要拍我爸媽 娛樂動新聞 艾亞圈圈息怒啦 報導 sendo厲害的 到 到 junior middle 小 個兒 重